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内蒙的乌兰查布 距离北京将近400公里 今天上午在大同 这是疫情三年以来 我们第一次出门自驾游 孩子现在放假了 和各位分享一下旅游的经历和感受 我们就以吃为中心吧 这些网红店我们都去了 去了之后呢 你们猜怎么着 一个都没吃上 原因基本上都是一样 排位等位等的时间太久 有一次我们是六点五六点钟到那儿了 结果排队二十多桌 有一次我们说去晚一点吧 这边风景真棒 结果我们中午两点到的 去了两家都必餐了 就是人家开始准备晚上的饭了 没有饭了 不过还好我们吃了一个 昨天晚上点了一份老柴刀削面 点的外卖 一份刀削面很便宜 十几块钱吧 还有一个卤蛋 有一个丸子 一块靶子肉 它叫肉条 一共才31块钱 我在北京通州那儿也经常去吃一家 山西大同的刀削面馆 也挺便宜 这个价格和这个一样 味道 刀削面的味道一样 丸子的味道口感 那个味儿里边的材料 99%一样 唯独那个靶子肉不太一样 这个靶子肉是13块钱 我在北京吃的那个是10块钱 北京那个稍微薄一点 这个稍微厚一点 味道不太一样 各有各的味儿 这个也挺好吃 来大同还有一个必须得去的 就是云岗石窟 提前订的门票120块钱一位 小孩是学生 18岁之前都是免票免费 人不少很值得一去 据说这是必看的五个古迹 有故宫 长城 云岗石窟 墨高窟 还有兵马俑 河南的是什么 一共就这几个地方 现在我就剩下敦煌的墨高窟 还有河南的那个了 多了解了解 对孩子也有好处 第三个事说说大同 这是我第一次来大同 之前去过一次太原 说的可能有点偏见 个人感受 大同的网友欢迎指正 我这是第一次来大同 给我的第一感受 或者第一冲击力 或者说不是很好的地方 就是大同的交通 交通相关的东西 从河北进大同之后 那个高速的路面是硬的 开着造成很大 不太舒服 速度也开不快 开始我能跑120 110 在那也就敢跑100 人家也可能就是为了限速 然后我看见一些爆胎的 可能是打货车爆胎的那种残骸 还有一个一进大同市 这又要说吃了 我们是从北京出发 7点吃完早饭出发 到大同是11点20 开始设定的一家饭店叫凯歌 结果去了一家发现人很多 车根本停不进去 车更多 那个车停的相当的艺术 马路上边 马路牙子上面全是车 主路上也都是车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大同的停车特色 找不着停车位 我感觉可能就是几点 一个是停车位是免费的 第二管理的不是那么很严 但是像这种情况 在北京 你敢停在马路边 随时都可能贴条 这我估计是没有贴条的 还有一个可能是车数量太多了 骑电动车的不多 骑自行车的也不多 行人走路的也不多 就是车多 虽然不是停车场 但是两棵树之间都能停上车的这种车也很多 停车相当技术 有一个细节 那就是这些车寡蹭的特别少 我感觉比北京的车寡蹭的还要少 四个脚前后保险杠 说明人家技术还是挺可靠的 但是我有点不太适应 所以说这两天我在市里边玩 去哪都是打车 打车也不贵 下面说说人文 我感觉山西大同的人不爱说话 这个不爱说话 可能从服务这个角度来说 可能不是很好 像出租车什么的 你问他他才打 有时候回答的也少 也有一个小伙挺爱说话的 普遍都不怎么爱说话 或者说不能张了事 可能我在北京或者在其他地方待惯了 人家做买卖的都是很能张乱 但是人家的事该办的办 嘴上可能话少 事该办照办 这比那些嘴上话多 事不办的那要强很多了 这是一个地方的风格特色吧 去超市还有一个小发现 水挺便宜 普通的水也就五六块钱四升的 但是那些好一点的水 比如说百岁山好像卖三块钱 在永回超市 这个在北京好像才卖两块五 我们孩子喜欢的酸奶 好多酸奶这儿是没有的 好多都是带添加剂的比较多 好像找到一个添加剂比较少 或者没有添加剂的酸奶 我们家孩子比较喜欢的 他一看也比北京要贵 按说这种级别城市物价 我感觉应该更低一些 但是好的东西还是少 然后贵一些 这是我们的一个发现 可能比较片面 最后说说 这次我遇到两个关于抠门的解释 一个是还是交通问题 我从哪条路一个高架桥下来 下来之后有两条向右转的道 有三条向左转的道 往前直行的路就一条 我往前直行就一条 然后这一条直行的路 给的时间还特别短 那个灯特别赶的就过去了 我当时就有一个感觉 这也太抠门了 就给一条道 然后又给那么短的时间 太抠了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去超市 超市有一个切香肠 我想尝尝那个味道怎么样 看着特别棒 服务员说你想吃那味道没了 好像就剩一根完整的了 然后他舍不得切 因为一切就只能免费送了 就是免费切成块那样送了 就不能卖整根的了 说了三遍 还是内心比较直 比较直白 人家说不想切就是不想切 这个也挺好 也没有什么虚的 本来我们就是想逛逛大同 但是我看地图上乌兰查布 距离大同没有多远 100多公里 这边有几个火山 是死火山 看一看 带孩子看一看 挺不错的 主要是为了长长见识 我也是长这么大 第一次看火山 距离大同100多公里 从这回北京也就380公里 也挺方便的 然后这边再往西 是一个叫什么草原 也挺好 但是北京上这边玩的人 要远少于去张家口 或者去承德那边 中午在这边酒店吃的 一个小馆子 所谓的苍蝇馆 点了两菜 一个炸蘑菇 一个是锅油肉 真不错 虽然小馆子 但是是使那种大火炒的 行今天记录的差不多了 我老婆孩子也回来了 趁着他们上山的这空 我做个视频 录过视频 把这两天的感受分享一下 记得要戴遮阳帽 涂防晒 这边冷 北京昨天好像是38度还是36度 很闷 这边才28度 今天现在也就22度 一会下雨一会停 小风很凉快 虽然我穿的是半袖和短裤 还行挺舒服 明天回北京了 今天住一晚上明天再逛逛 测试一下新买的麦克风 现在风挺大 下一步该买一个自拍杆了 这还手拿着太麻烦了 好就到这儿 再见